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财经集市场 我是Sandy 欢迎轮轮投赋的林志龙分析师 龙哥好 Sandy你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台股今天是大涨 那重返季线之后 接下来新主流 到底该怎么找呢龙哥 是的 这边我们先来帮大家追踪一下 量价的关系 那首先来看到量 那你可以看到 这新台并业走势 是持续呈现一个升值的态势 而且盘中走势 你可以发现 都有升破近期的地点 那这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呢 是代表是热钱涌入的速度 并没有放缓 那这央行呢 已经呢也挡不太出这个趋势 盘中屡次升破29大关 尤其是今天呢 已经来到了28.75这边了 所以热钱持续贿赂的情况之下 台股后续呢 就没有太过悲观的理由 因为目前热钱涌入 那股价有低的话 他们呢还是会回头来买股票的 还记得我们先前跟大家提到了吗 假如大盘形态没有转弱 然后这个新台币的资金动能呢 没有出现资金断链的形形 这个个股呢 还是会轮流冒出头 那追踪完这个量之后呢 我们来帮大家追踪一下价 那价呢 今天呢 已经重新站毁了这个季线 也封闭了9月24号的缺口 那接下来就非常关键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 月线跟季线呢 这边呢已经开始怎样 要开始准备做纠结了 那接下来五日线跟十日线呢 也会开始往这边去做靠拢 那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过 当均线呢 开始纠结的一个突破呢 或是跌破呢 往往是一个方向的开始 所以这边如果能怎样 往上去突破区间反压的话 那这边呢 就马继续跑 舞继续跳 但是反过来的话 如果往下跌破这个区间的话 代表说这个季线呢 或是月线 都已经开始又呈现一个效应了 到时候我们的部位呢 就开始要稍微缩小一点 降低你的部位 甚至保持一个空手态势 所以量价目前来看的话 还没有一个翻转的疑虑 而且我们前前也有跟大家提到过 多头的关系呢 就是一个还涨极点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边呢 都还是一个可操作盘 那或许你会问说 诶总哥 那为什么近期大凡 这个洗刷幅度这么大呢 对啊 政府很大 对 最主要是因为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不确定性 那你想一下 从三月这边呢 一路涨到这边 中间呢 都没有经过休息 那法兰博里相信呢 已经是麦克尔麦克尔 口袋非常饱满 涨太多了 他们这边会选择中性 来去看待这个行情 他们也不想冒太大的风险 但是回过头来看一下 他们不想冒太大的风险 但是呢 反正是积极去找寻说 有机会在Q4 或是明年Q1 落底的一个产业 那中间认为说 这个产业呢 或许你可以好好看一下 这一块记忆体初选 那过去的记忆体呢 这边走势呢 相对比较慢一点 或许投资朋友不太喜欢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从美光这个财报来看的话 记忆体呢 有在落底的现象 美光财报刚刚公布的时候 这边盘后是大跌的奇葩 那很多人解读说 这基底看起来是还没有落底 但是如果我们心里就财报的变化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 美光的重挫 只是因为华为事件的调单 因为这边呢 美国对华为自在 所以他们不能出货给华为 所以导致于说什么 导致于说这个财报 有点不太如预期 但是你去看一下 它事后的表示是说 可以由其他的单子人来去 弥补这个 弥补这个产能 就好像台电 台电少了华为订单 但是却有这个 以媒体来这边 或是超为来去填补它的产能 所以记忆体这块 总共认为美光财报 是一个短空长多的一个 一个机会 所以短空长多的话 我们回过台看一下 报价先前有因为这华为这边 有积极在去抢单 所以现货报价的确有往上涨 那很多个股这边的确也是 横向打了一个底部 那重点就来了 横向打了一个底部 你就要开始留意一下 区间形态什么时候会开始改变 那回过台我们再看一下筹码 筹码面投信跟外资 或是甚至是主力 这边呢也是在横向盘整过程中 一直在积极去买进 所以如果你不想等待的话 你可以在区间形态改变的时候 进场去做买进 那如果你不想追高的话 就会再提供给你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你在横向区间的时候 先买一点 然后突破的时候再买一点 所以这边的门雅可能就提供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 接着我们来追踪一下 一样是记忆体的2344的跑棒店 还有2337的旺宏 那这两档主要是因为这个 因为中心被制裁 那这边他们的造力创新 这边记忆体就有一点卡卡的 所以预期也会有一个转单效应 那你也可以发现 其实这边主力买的都是非常凶悍 所以我们便要推敲一下 这记忆体接下来Q4有机会走一个行间 那Q4走一个行间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这边先做一个布局的一个动作 但是中哥也要提醒大家 不是所有的记忆体都可以去做买进的 目前市场上对这个记忆体的看法是 低润会好于Netflix 所以你可以看到Netflix的8.299去年 这股价就像是一个盘头态势 还没有一个正式落跌现象 所以同一个产业但是这边却有一点细微的变化 原则上就是低润族群会比较 会走的一个比较稳健 但是Netflix这块看起来还没有落底 所以都没有在操作记忆体这块 你可以做这样的区分 所以原则上目前这边大盘的形态还没有转落 之间也没有锻炼 还是会有很多个股轮流冒出头 那我们今天先帮大家追踪记忆体这块 明天再帮大家追踪一块 众哥认为也开始走一个强势复苏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些相关的个股呢 就欢迎大家加入众哥Light跟Tailgrade 以上谢谢 是感谢龙哥的分享 财经集市到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